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OK 好 那非常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們快速的來播 我們看到我的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楊正琳 然後請不要去Google我的英文字字 因為你會找到我是楊成琳 對 因為我們看到同一同性 我站在他的網 所以如果Google的名字 我們只會找到他 那如果問你 我會後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交流 歡迎來到我的名號 我會找到我的Twitter account在這邊 然後我目前在一家 我們資安的新創服務 所以隸屬於Marchment Team 所以基本上每天的工作非常簡單 就是我要去處理 這個我所有的段階上面的Law 收回來我這邊 然後可能每天都急 然後我們要去做分析 然後所有的分析都藉由 Python 跟NomePy 所處理 然後我們目前在招募社會投入力 好 所以公眾實驗結束 然後這開始有人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我們先講算一個非常大的一個NomePy的Metric 比如說5000X5000的NomePyMetric 然後你希望每一個Metric裡面的每個Element 自己做自己的巴士 就是自己乘自己乘巴士 然後請告訴我們 你自己目前認為 哪一個方式是最快的 是NomePy.How 就是NomePy.How 就是NomePy.How 然後就是8dm就是84 或者是B呢 就是X X是那個Nature X然後隨一隨於X 然後是8 或者C 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XZ乘Z 然後連續就是大V84 認為是A最快的H是什麼 很好,大家非常相信,浪派爐 那B這塊也可以舉個手嗎? 也不少,所以大家覺得 嗯,派爐內建的,雲水應該也蠻強的 大家問我們這種小兒科的,李斯伊的 這塊也可以舉個手嗎? 有一個獨牌中,有兩位獨牌中也覺得 最簡單的才是正理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是什麼? OK,當然可能會讓你非常的吃驚 當然是C 然後為了要證明我沒有腐浪 所以我寫個簡單小小的一句話去設定一下 應付就是590x1800 所以各位看孩子的電腦上,立刻處理一下 浪派的PowerFunction,或者是Python的XXXM 這兩個大概不需要在我的電腦上花兩秒左右的時間完成 可是我最簡單XXX,一路成這樣XXXX的話 它只需要0.4年 所以換句話,這個子憶跟很小的意思 就是聽各位說 有時候人在寫的時候呢 尤其在使用浪派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下醫師對我們說 他已經幫我做了optimize 然後底層,理論上能夠做到最快應該都幫我倒閉了 但事實上有時候可能會顛覆你這個想法 不過這題子有個catch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的是 前兩者定算結果會完全定模一樣 可是最後一個的算法呢 他會有個非常微小的規差 所以如果以剛剛的課程來講的話 大陸上大概10的-24方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做那種超級精密預算 比如說剛才提到重力波拉或鏈子預算 如果你的精度有壓重 然後那種有辦法可能還記得要後備回來 上去這個預算的方法 ok 好 所以呢 廢話就說了 我們可以直接來講這個 我們機內example 那這個example呢 我會用來把這個example當作是我的 benchmark code 所以之後我們會提四種各種方法 就是四個方法都會apply同樣一個example 讓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速度是怎樣 好 然後有一些數學 但是我相信各位應該有什麼問題 就是 大家如果有學過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話 應該叫什麼叫self max function OK 應該大家也即使不知道 我們剛剛檢查它其實放成是這樣 簡單來講 它是一個數字 除以一大堆數字的總和 然後呢 就會return出來一個 就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OK 好 但是呢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往往我們容易會遇到一些問題 是關於叫做overflow或underflow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方法是能夠來解決的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example 式子是這樣 所以你看 如果要用簡單的 傳一場的音頻 它其實非常容易 所以我們 我們先假設 比如說 剛才我提到 一個數字屬於一場上的數字 所以我假設分五的可能 你能牽1到k項 它的總和是 134217728 最後一項呢 是前面這個的導數 然後如果你用正常的pysons的運算來做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second row 所以我定義a 它就是我外體的前面的幾項總和 然後加上它的導數 我連加了三次 結果你有沒有發生什麼呢 答案竟然是跟a一樣 有發生奇怪的地方嗎 那我後面這三個寶數怎麼不見的呢 在computer science 我們把這個信用稱之為 叫做underflow 所以為了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呢 你就是使用一個 很簡單的tree 叫做lock science financial trick 所以這個tree 好像比之前更複雜了一點 所以不用擔心 我不會把它 數學一一可以 就是在這邊講解 大家有興趣嗎 只要去google這個tree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想進的解釋 所以就教給大家 這個錯誤就留給大家 那我想要求的是 指說 那我把我剛剛的example apply了這個新的tree 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哎 result結果一點點的改變了 那你可能會想說 啊come on 反正就那麼巧的事 0.8個0 然後後面一個1 有種差別 可是你如果真的在做科學運算 或者是你來做machine 你比如說 你來做hidden market channel 你的運算可能是一長串 非常非常小的probability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你這個 在ether一個一個加的時候 交到某個位數之後 所有的probability 就沒有辦法再往進加了 就像剛剛那個狀態 就是你比如說 我剛才那個case 我不能用某個加一下嗎 那一項之後的任何一項 加上這些數字 都不會循環 所以這就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為什麼要介紹這個tree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example 好 但是如果沒有使用machine 跟女人的經驗 來用拍廠開放 你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就欸 upsidePi 他有提供這個botson 什麼nation 這功能呢 你為什麼還要 就是嘗試自己來應付呢 主要原因是 因為sinePi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project 它有提供非常多方便的科學的 那些預算 可是主要 它最要是女人的在於 它為了能夠讓大家都能夠使用 而且希望能夠適應convert到各種環境 所以它有非常多額外的share 所以比如說在右邊這段cone 其實我從sinePi 它的loadsons potential這個方便 所揭取出來的 你看它會做一些 vangy track 會做一些 是不是 你是不是那個 正無限大 或無限大等等 那個share 可是呢 在你實際開發過程中 理論上 在多數的情況下 你會知道 你自己的data 長什麼樣子 所以 如果你能夠知道 你自己的data 長什麼樣子的話 其實你是有能力 能夠自己 重新鑽結這個function 當然 不是鼓勵大家 所有的狀態 都是 自己重新造自己的文則 是說 如果在你可以講話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 然後另外一種是 當你自己 implement自己的function 的時候 它額外給你 你可以apply一些 加速的方式 來讓這部份的 預算都更快 這樣 所以 我們現在看看 如果我們讓 LogSign is Funential 怎麼用nown牌 來implement implement 其實非常簡單 當我們把這個 限制給打開的時候 我們嘗試自己去 implement 它其實就是三卡 就是 它對應到 就是右邊的 它對面的設定方式 所以你只要任何 有修復 現在基礎的 數學人的可能 你會像 應該都有能力 能夠做出 像這樣一個轉換 然後這個不用抄 因為這支 很酷 我之後都會放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當作我們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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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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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然後 現在我們自己 已經進入了 我們自己的version 我們自己用nown牌 應該前面 有三卡的簡單 implement的數 那我們剛剛要做一下 benchmark 所以 這是一個剛才簡單的benchmark 就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 implement的版本 以及SciPy 它是你內建的 lossom's financial function 然後呢 input data 是一個 五萬乘一的一個match 然後 這是一個很simple的downlink data 然後你可以把它 調成 然後你可以把它 然後你可以看到 最後我覺得 你自己 implement的方式 只因為你自己 在你知道你的資料的branch 的狀況下 你每一次的事情 大概可以快 0.0秒 然後同樣的 你會想說 財幣根本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你想想 如果假設你必須 code function 你就知道我的 日常生活 可能每次需要 100萬4 那理論上 你每次你就可以省到 一半 兩、兩、兩、十萬 這樣 那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 我記得我之前聽過 應該是one way see的tone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是說 他說 1% is too much 所以如果在你有能力的情況下 盡量能夠讓人控制 到最佳的結果 所以我們一開始邁入 我們今天四個的主題 是第一個 就是 Coupin Coupin 它是一個 由日本的一家公司 當作 他們所推出來的一個solution 然後它是致力於 你呢 將提供一個 Founder 直接對於 nout pie function的 空大 function 所以換句話說呢 它希望是說 能夠讓你在轉換 用非常簡單的轉換 你能夠立刻 把你的nout pie function 丟到 Graphic Card上面 去做運算 然後 痾 但是呢 你要有一點要注意 是指說 如果你在應用 像是 這種Graphic相關的方 的solution 你要注意的是 就是 翻譯Data的那個 effort 是非常的 很昂貴的 因為 你必須 如果你想要你的 GPU的預算 打到幾次 你的Data必須要在 Graphic Card上 的Memory 這樣你才會說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 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使用它的時候 請你小心 請你要注意 自己的資料 請看 好 我們拿剛剛那個 Tonetius example 然後 我們用Coupin 來認定 它會是什麼樣的 要把方向簡單 就是 Coupin 你把常用 應該是Inport Np 把它改成Inport Coupin Cp 然後 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用 例如說你把來是用 Np.exponential 或Np.low 把它改成 Cp.exponential Cp.low 理論上 常用的數學方法 它應該要都有支援 它就你都懂了 然後 有一點要需要 糖果外處理是一個地方 就是 你會看到我傳進去的時候 我會有AWASER的TEST 你會Cp.array 這個步驟呢 其實就是 告訴Coupin 說 行報的Np.p.array 轉成你的Coupin 轉成Coupin 的array 它會自動的幫你 把Theta 從你的Physical Memory 搬到你的Berbie 卡上去 然後去進行預算 然後 效果呢 是一乾淨 所以你用同樣的一個 Petro 你可以看到 你剛剛都要6.5秒 用Coupin的話 只要1.6秒 所以 那整體的改進是非常的 就是 你必看見 好 然後 因為 其實今天的每一個Solution 理論上都可以 額外開獨立的Tone 所以 一定會有一些 是省略Coupin 但是每一個 我都有附上它的專案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聽了 你就會拿一個 你比較的感覺 可以自己去做更多的研究 第二個Solution呢 這就是Numba Numba呢 它是一個 最近 尤其是這兩年以來 非常非常 popular的一個 Python 尤其是NunPy 的加速 一個Solution 所以有非常大型 如果打開網頁 你看到 哇!很多那種大型的機構 公司 都有支援 都有 多翻一頁 好 我少一頁 那沒關係 好 就有非常多的那個 機構也在支援它 然後它主導呢 也是希望能夠 讓你對你的Code 做最少的更動的情況下 去加速你的Code 然後它用的Approach呢 是以用 just in time的Approach 所以話就是說 你可以想到說 它把你一些 它所支援的一些 不管是Python 或者是一個 浪牌的Founder 然後先幫你把它 compile成一個 low-label的Code 然後嘗試去做 加速的計算 然後用法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呢 它裡面呢 有很多別的 各種不同的low 分別是No Python 跟Object Law 所以呢 它沒有 它一直在說 如果你在No Python 所以固執嘛 沒有Python 所以你就沒有1 2個GIL 對不對 GIL 存在是必要的 但是 往往也在很多的科學運作上 你會認為它是一個 幫手幫腳的事情 所以呢 當它enable No Python 之後呢 它就會讓你release 這個GIL的Lock 所以讓你允許你去做更多事 不過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No Python 不是所有的Function都支援 所以呢 你必須要去做 它的Document 說哪些Function是支援 在這段落 下面能夠寫實 然後 如果不行的話 它會自動 你就必須要 統備到Object Law 然後兩者的差別 實在於 前面Decorator的差別 所以 譬如說 有個那個Case 就是 就是 你給我 No Python 就是唯一的差別 然後 No Python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是在於說 它提供 OpenMP的支援 所以呢 有的時候 你會嘗試想要去 在Python裡面去 平行網 的程式運算 那當然Python 有提供像這樣的功能 可是 你會覺得寫起來 不太順手 然後 尤其如果你是從C開發者 的時候 Migrate 你會覺得不太順手 OpenMP的優點 是在於說 它提供像Prange 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如果當你 使用了Numba 這樣子的E-Solution 然後 你要做 你在創的Core 應該是 4-I-E-Range 然後什麼A-E-Share 等等 你只要把Range 改成P-Range 它就自動 讓你平行網絡 出來的運動 所以這個Fore Loop 你就會自動的 它就開 理論上 Evo應該是 跟Core數一樣的 Srange 去做到E-Solution 然後就可以達到 很快速的 P型化加速的功能 好 然後我們 好 剛剛那段 那段Core呢 嘗試耳環 Numba會發生什麼事 用法呢 你會發現說 欸這Core 你在騙我嗎 這Core是完全沒有變嗎 所以你沒有看錯 Core就是完全沒有變 跟它的Montile 都是一模一樣的Core 唯一差別只有在哪裡 就是前面的這個 所以我如果是用 actJIT 那就是告訴說 OK Numba是把我加速 然後用JIT 就是一般的option mode 去做加速 然後呢 因為我 一般是NJIT 那時候 請用Nopi商務的方式 去幫我做 嘗試去做加速 然後結果呢 你會發現 在你的右手 就是螢幕的右手邊 你要不要再說 天啊 為什麼JIT 的狀況 甚至比 傳統的SidePile的方式 它要更慢一些 所以呢 這一點呢 是因為 在某些狀況下 如果它不支援你 目前你這一段 原主的MineCore 它還是需要偶然花時間 去做那個 從你的Python、Core 然後再做Compile 成MachineCore 的這段路程 這是有一個Overhead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使用 它不提供的功能的話 你有可能本來寫出 比本來更慢的Function 這是你所需要注意的 所以 記得 Always Benchmark 有Core 寫出來 永遠要藉著去做Benchmark 才能夠確認你這一段Core 就有一個 真的是白做工 然後第三個Solution 是一個相對 稍微新一點的Solution 但我個人 我覺得 我是蠻喜歡的一個Solution 它叫PySpring 然後PySpring 它是用 它是一個大國的開發種 所開發的 然後 尤其是這兩年來 它是非常積極的投入 大家看 開發Python 所以如果你有去訂閱它的 1號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說 它的Compino 真的是很努力很驚人 每天都會有Compino 這樣 它用的Approach跟Numa 是完全不同 Numa 是用Just in Time的Approach Python 它是用Ahead of Time 換句話說 它是直接Compile你的Core 所以因為它沒有Compile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它應該就個LLBM 嘗試去把你的PythonCore 轉成C++ 然後再利用現代的Compiler 技術 你用CYLOG CIOG 利用這些現有的 Compiler Optimization 方式 去讓你的Core跑得更快 然後它提供的支援 從Python2.7 直到3.0到3.7、3.8 然後我最近看它的Github 的Compino 它已經開始在支援3.9 然後 像Numa一樣 其實 用法很簡單 就是 Numa不是前面放個Decorator 它也有Sky 它是前面放個很特殊的 annotation 然後告訴Compiler說 你要Tipile這一段 然後它就把東西 Compiler說了 所以呢 在使用Python2.0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一樣 就是跟平常寫Python的一樣 就是寫它 所以你會發覺 這張口怎麼跟剛才一樣 不是在撇財經嗎 沒有 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我們也差不多 在前面放了一個 annotation 就是一個H10 Python 然後Explore 某個特定的方式 然後當然我們要指定一下 它接收的 你Input的那些Data 把它寫完之後 文檔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剛才提到 我就是用它五個樣的題 它是Ahead of Time的Porture 所以你必須要去Compile 我們這支程式 所以你就需要用這一場窗 這一場窗 這一場窗應該是我自己本身 我在開發的時候使用的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 試試看網路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Compiler Python 然後我們的答案 理論上來就幫我們做完整的 Compile 然後裡面有一些 Optimize 的Apply 是我們外用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蠻好用的 所以就附上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你有在使用 Python的話可以試試看 好 所以當你成功Compile完 它沒有出現Compile Error 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OK 所以如果你成功的寫完 Compile完沒有Error OK 那我們看到又第二個部 第二個部呢就是很容易的 就是你只要把 你剛剛Compile的SO檔 如果再點點下 真是只需要把Info進來 然後就直接投他就好 OK 然後呢 實際用同樣的TestDAC去測的話 你會發現它速度都是5.40 所以如果你有能夠記得的話 在Numbart的NopePython 它是6秒 6.07秒 然後Python可以額外 這方面額外炸出一些Performance 所以可以到5.4秒,是沒有的 這是Solution 3 OK,我們先走 現在應該來的幾套 最重要的很多目光,我們最有的Solution 是大家的老朋友叫Sysom 我相信如果你在座開發 或者是尤其你是研究生 你常常覺得不只你自己浪漫漫漫 然後就問你的老師或學長 他會往往說,欸你就試試看Sysom 應該可以讓你快一點 好,那Sysom到底是什麼問題 好,所以Sysom它基本上是一個 長得一個Python帶類似的語言 它允許你使用在Sysom裡面去 一樣用Compile的技術能夠去加速的速度 同此之外,你也可以利用同樣的介面 去input一些目前已經常被使用的一些C-Lagery 所以它的特點就是你可以去用一些很常見一些 已經立著明星,而且已經被公認 答案是正確的一些來源 你可以立刻來使用它 另外有一點是你可以在某些情況下 你可以讓你自己去控制 你要不要使用C-Lagery 然後同時呢 在正常你沒有在下一些奇怪的 Hint的狀況下呢 理論上上層的Python 它是能夠提供你一些該有的檢查 所以譬如說 像你的Array的Boundry Check 或者是你的Memory的Manager 你用Fly等等 這是優點 那同時呢,還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我想要確定就是 如果你在用Sysons 你打算寫機寫慣 你就會覺得說,我想要什麼都自己來 所以我自己Mail out 一大塊的Memory 然後去嘗嘗作用算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自己去管理你的程度 然後如果你的程式大碗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可能不是一定那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呢 其實不能是作為缺點 但我把它擺來確認 就是如果你想要嘗試 透過Sysons 來得到最好的Python 有一個必要之惡 你是一定要有的 那就是 你一旦寫C的Code 而且呢 你一定要牽涉到 你要去寫一些很low-level的intrific 就是 總統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一些CPU的一些指令值 才能夠讓你達到最好的performance 那這是必要之惡的 所以呢 怎麼使用Sysons 來Increate 我們剛剛的Code呢 你就會發覺說 跟剛剛的Code 就長得不太一樣了 反而比較像Code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Code 之後在GitHub上到可以讓我到 所以你就用看 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在序域啊 所以你要發覺 你要選max 也沒那麼容易 可能要些 就是除非你 inputmax function 你就是要自己做一個volume 去檢查哪個element 最大吧 等等的這些 然後呢 就把它轉寫完 然後呢 跟快速人一樣 兩個步驟 寫完之後呢 你要寫另外一支檔案 一般而言 我會寫另外一個檔案 叫做save up in Py 要告訴快樂 說你要什麼 然後去compile這個Code這樣 所以假設你也成功的compile 而且沒有 error 你也知道這不太容易 然後呢 你就可以 input他 然後來使用他 OK 然後如果呢 我剛才提到嘛 第一要是 就是 如果你想要讓你篩賞 達到ultimate performance 你必須的 一定會寫額外的Code 而且因為寫了很多的 CPU相關的 一些intrust 所以呢 這就是大概可能這樣 這是我實際在公司裡的一個 一小段Code 所以呢 就會需要先寫他 Share 大概長什麼樣子啊 然後你會 發覺說 這能不能一寸 我們什麼 H-down等等 然後 相關文件我們上都有 然後 如果有興趣歡迎 來找到討論這樣 好 然後呢 這就是最後的 我講的比較痛的 裡面的 就要寫像這樣子的Code 這是實際的Code 對 然後這一次NCode的結果 當然會 會 會有一個實際的一個 比較的結果給他 然後發覺說 好像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看到你的感覺 對 這是實際 online 不大天空 對 對 好 所以呢 我快速的介紹完四個Solution 我知道可能 一定很多東西沒有涵蓋到 所以歡迎大家 不管是現上或現下 我們可以去討論 然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那四個到底有哪個比較好嗎 所以呢 我們先買四個 擺在一起做 做了一個比較 然後在做比較之前 我在講個Benchmark 我們要告訴你們 那我的Testpad是什麼 所以 我的Testpad 我是那一台BerryMetal Machine 所以 他就把說 他不是跑在DM上 就是一台Server 這樣 然後呢 它是Btel Sion的CPU 然後上面有兩百多JRM 然後有一張 因為我要測出牌 所以上面有一台 那個 1080 TI的卡 然後 相關的information在這裡 就是 用什麼Python的版本 然後 複打的 所有對聯版本 就是非常像這個組合 所測出來的景 所以我們把它擺在 同一張圖裡面看 就很有FU了 所以 我們先看SidePy 就剩下這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BaseBine OK BaseBine 所以SidePy 在我的Testade 它是一張 然後說來 它大概 我記得是6.7秒吧 我記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的確 有某些好像 沒有想到這麼快 然後 所以呢 結論是 第一個 如果你有GPU的話 請 實驗數量Cupy 因為第一個 使用非常簡單 Import Cupy的CP 把你所有的MP換成CP 如果沒有爛掉 那你就有加速的可能性 對 所以 這是個no-brander 你可以先試試看 那如果你想說 我就是個窮學生 或者這種實驗師 就買 就沒有GPU 那CP有什麼手錄權呢 這個 你還要 提供三個手錄權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Nubar的No-Python Home 如果No-Python Home Work的話 你可以試試 使用Python 在額外給它一些加速的可能性 然後 如果你的老師或老闆說 我一定要 地表上最好的Performance 那你就可以 大陸賽程裡面 你覺得 專用賽程其實就已經 有一定變的增加了 可是 當你想要達到最好的Performance 有兩個版本 這個第一個版本 你在網上找到 他就叫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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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給Google 我就會Google 然後上面是我自己 音頻的版本 我是用AVX12的 那個 Distruction設計的版本 所以你看 我的版本應該是0.2秒 就是 理由上應該 應該是目前 我在網上找到 最快的版本 所以 如果你針對你的Performance 預算上有非常大的要求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 並沒有 那我這個哪個信號 原因是在於 這兩個KCRC 我實在是在 32bit 的Forting 原因是因為 這個SSN 它沒有 60bit版本的 然後我實在找不到 10萬 先把改成60bit版本的 就是Forting 然後這個的部分 我就認為 它60bit Forting 同一個版本 所以這兩個 我以前有點 不公平 但是我想 差距應該不至於 誇張到說 它改成64bit之後 可能就從DBA到DBA變8秒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很難可能的 對 好 最後呢 提供一個簡單的 Decision Tree 你知道嗎 我們叫它ML 只知道簡單的Decision Tree 就是當你眼前有四種Solution的時候 你該怎麼做抉擇 好 這是我的 Decision Tree Step 1 先問問自己 你是不是一個Hardcore的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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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那一個無時經 Combine Error 跟討人類的Entrance 以後 能不能夠 對 就是每天畫 那個格子 怎麼對 然後每個B怎麼算 如果你覺得 我夠硬汗 刷一掌 你真是不會有一個選擇 沒有問題 對 而且實際這名 在我自己的 就是你的Decision裡面 它的確是 每次都給我到很不錯的效果 而且你可以看它甚至比GPU還好 在我先重點一下 甚至比GPU還好 OK 好 那你會覺得我自己是硬汗 但我才Hardcore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你有GPU啊 OK 所以你要說 本公司或本鮮事 還不至於全到沒有 我錢買一張卡 然後接下來 發文化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 你需要使用到 KUDA的KERNAL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 你的實驗式可能 你一定有派發一些 KUDA的KERNAL Files 那你需要使用嗎 如果是需要的話 我會強烈進行KUDA 因為同時 兼容於你所有的需求 包括你可以使用 訂過你信用的KUDA KERNAL 按照預算 好 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呢 那你不需要使用KUDA KERNAL 那接下來 發文化的問題是說 那你需不需要做到 大量的KUDA的運算 如果不需要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做KUDA 那看譬如說 我自己的經驗 是給你還不錯的效果 那如果你還是需要 需要使用到一些 同時需要使用到KUDA的CPU 那可能用法 也許是比較好的抉擇 然後我們再回到另外的BRAND 就是本公司的實驗是勤儉持家 就是沒有辦法買得起證據UKA 那會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請問一下你自己 你許需要KUDA KERNAL 這問題也居然很奇怪 那你不會找到 所以你許需要KUDA KERNAL 如果答案是說 根本就是為KUDA KERNAL生的男人 如果答案是說 那你可以實驗 塞上實驗還是更不錯的 理論上是跟你談錯了 然後你會覺得 其實我也不太討厭 不太討厭KUDA KERNAL 那你們想Pythread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Pythread它會給你一些 有利的KUDA KERNAL 去幫助你做聽法 但是它KERNAL 有時候會蠻擁長的 所以有些人 你看到一大堆ERROR 就覺得算了 不想使用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還行 那你們可以實驗Pythread 那如果你覺得 我其實跟KUDA KERNAL 是什麼太好的朋友的話 那NUNBA 會是你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當它輸出的時候 它只會給你 很簡短的 一些有意義的錯誤的告知了 那不給你太多的technical detail 所以如果希望這張KERNAL 這個簡單的CPU 能夠幫助大家選擇 這四個不同的Solution 好 最後的最後 有四個 欸 有我使用擺機了 有四個最優位 另外最優位就是 如果你有GPU 可以實驗Pythread 因為轉換簡單 立刻的話就能夠用 而且效果立乾淨 如果能動畫立乾淨 如果你CPU的話 我會進 你先試看NUNBA 不是我覺得Pythread不好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的 其實我很愛拍手 而是因為NUNBA 它所提供的 對應支援的 NUNPAI的功能 比較完全 所以我自己的DADDILINE 我會先用NUNBA 先做一次 然後確定 如果假如在NUNBA 跟NUNPAI上報上面 能夠正常的運行的話 我再會再 再take another step 用Pythread去做額外的加速 那如果老闆贏的結果 我就OK了 那如果老闆不滿意 我再可能 在幾度不前面的狀況下 就會寫 差一三個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 我剛才提到 就是 INTEL INTRESSING 它其實是 很JOYBALL 但是也是很突兀 也是很HANDFUL的 就是JOYBALL 當然是它可以給你 更多的PROCORMENTAL故事 但確定的是在於 你可能要寫NUNBA 所以你的學習曲線 可能會蠻懂俏的 這是你可能要有新準備的 但是 我覺得是可能 rewarding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 每天的daily luck 就要去大量科學計算 或者是大量的數值運算 其實是 可以建議學習的 對不對 然後最後呢 就是 剛才提的四個手錄拳 它對NUNPAI的FUNCTION 的支援 各個有不同 但幸運的是 這四個project 它在他們的網頁上 就有非常詳盡的 support的列表 所以他們到底 support了哪些NUNPAI的FUNCTION 所以呢 在使用上 請記得去看一下 這些solution 到底是沒有哪些方式 然後最後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 If A doesn't work B my work 所以 你會覺得 對 上面看 我也知道 對 那我一次是指說 對 在實現利用產品下 其實在我自己的 多數的使用產品下 我其實是用 一種michron的model 就是 我往往的某些課 我可能是用 NUNPA加式 然後特定的一個 無方可能是 FUBI的這個加式 所以呢 這種michron model 其實真的是真正能夠 幫助你 在幫幫領域裡面 在你能力手機的棒裡面 把你的code tune到最好的 效率 這樣 好 所以 以上就是我今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謝謝大家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考慮那個 有考慮那個 Sison Jack Sison Jack Cuda 真的 真的沒有問題啊 對 因為就是 我剛剛提到 我們就是必須自己去 Handle Cuda 因為Cuda 你把RAP成一個 C-back interface 一樣可以 他沒有人 不要 那要有問題嗎 OK 我想問一下 那個 你在用Cuda 用GPU的時候 你需要去Match 他的 那個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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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ck 還是你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對 但是理論上 如果你要自己做 如果你自己寫 另外一種是 這些Memory alignment 這些其實可以做到 對 對 但你的application 不需要讓他打理一下 對 對 對 所以還是人家說為什麼一次提了四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在於說 每個人的在自己的運算 其實運算下 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一次提用四種不同的方式 但希望好打都有一個會撞 對 那我們今天感謝 兩者的任命帶來 我們大家進來的演講 謝謝 謝謝 謝謝